戴着帽子穿蓝色长袖上衣的就是在意大利涉嫌犯下 十亿台币炸气案的西班牙籍男子奥纳德 明明才被驱逐出境又回到台湾 短短几个小时再次被送上飞机 西班牙籍的炸气犯被移民署强制驱逐出境 并且禁止他再次入国 他一度是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来申请停止强制驱逐出境 却被法院驳回 西班牙籍男子奥纳德在意大利犯下了炸气案 骗了上千人甚至被国际刑警列为红色通报 却躲在台湾五年还开餐厅 移民署接入调查将他驱逐出境 结果18号他指控是被移民署限制人身自由 19号凌晨强制送他去新加坡 但是移民署恐怕没有料到新加坡居然会拒收 只好再把他送回台湾 偏偏在20号晚间9点多 他又被押上飞机前往欧洲10点45分起飞 前往法兰克福机场 预计是在德国时间21号早上7点落地 只是让当事人不满的事都已经提审通过 也被告知21号上午10点钟要开庭 移民署竟然趁这个空档把他送出去 委任律师指控移民署架空提审法 有违权力分离原则 为了预防嫌犯跳鸡逃跑最好在遣送之前 就与通缺国的司法单位确认细节 但是移民署似乎没有沟通好 也导致西班牙籍男子飞过来又飞过去 有如国际人求 TVB的新闻最后报道